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12月6日,星期五 我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香港 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 就是说的好消息,坏消息 还有就是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 然后就是你先吃什么,先用什么的 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有的人呢,那我就先听坏消息 然后把好消息留到后头 有的人就说,那我先听好消息 先听了好消息,高兴高兴的,然后再说 有的人呢,就是我有一些好吃的 有一些我喜欢吃的,有一些我不喜欢吃的 有的人就选择说,我先吃这个好吃的先过瘾 然后再说,有的人说,我现在不那么好吃的 然后给它吃完了,慢慢的再享受我这个好吃的 不同的性格会有不一样 我就属于那个呢,先听好消息 先剪的好的用,就属于这种人 那我现在呢,就跟你先说这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呢,就是 我昨天不是做一个视频吗 他们那些反对派 有25个反对派议员 他们提起来呢,要对林郑月娥 进行弹劾 就是他们有四分之一的 立法会议员 如果是提出来对她进行 弹劾的话呢,那这个议案就立法会呢 就要进行讨论 就要进行表决 我昨天说了 四分之一是多少呢 我昨天说15个 我这个数学简直就是体育老师教的 70的四分之一呢 是17.5个 那就是得 没有17.5票啊 就得18票通过 18个议员来提出这个议案呢 才可以让立法会来表决 那他们已经25个议员了 那当然立法会就要进行表决了 那昨天的时候呢 他们进行了一天的讨论和表决 呃,它是分两部分来讨论和表决的 分别表决 那立法会里面呢 有一半一半吗 有一半是直选的 有一半呢 是有这个功能界别来选的 嗯,它投票的时候呢 是分开投票的啊 就是分直选的和功能组别 一共是70个议员 对吧 但是呢 参加投票的是63位议员参加投票 有7名是缺席的 没来 其中呢 直选的那一部分当中呢 有16票赞成是获得了通过 然后呢 功能组别这边呢 22票否决 到最后呢 是否决的 总的票数呢 就是这样的啊 一共63位议员出席 嗯,一共的反对票呢 是36票 功能组别这边 有22票反对 然后呢 直选的那边呢 是14票反对 这些反对的全是建制派的议员 所以你看建制派的议员 在关键 在这个时候呢 起了作用 我以前呢 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啊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双普选 全国人大呢 在2014年的8月31日呢 曾经通过了一个 关于香港双普选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香港在投票表决 立法会投票表决的时候 因为建制派 他们集体离席 所以到最后呢 就是多数票否决 全国人大的那个方案呢 没有得到通过 我曾经说过 他们这些建制派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集体离席 我看到有报道说呢 是因为他们在等待 他们的一个 其中建制派的一位议员 因为他迟到了 他们在等着他来 他们是离开了他们的习 所以错过了那个机会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等着他来 不直接来投票呢 我以前我曾经说过 我怀疑他们耍花招 其实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我又调出来 就是当年在2014年的时候 那个事件发生了以后 有很多建制派的议员呢 接受采访 他们都说了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当时误判了 确实是失误了 他们呢 本来是因为 那个议员呢 迟迟没有来 是因为他身体有问题 然后迟迟没有来 要求主席 把这个投票推迟 而主席呢 之前也做了两次推迟 到最后主席说 要投票要投票 然后他们就离开 他们以为 他们离开之后呢 还会再继续推迟 结果没想到 结果呢 他们离席以后呢 他们就做了投票 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呢 已经是 事情已经发生了 太晚了 这种事呢 我就觉得 竟然能犯这样的错 程序不了解吗 我真是奇怪啊 但是呢 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了 看来呢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而对建制派 所起的作用 进行否定 就林郑月娥的这件事情来说 弹劾林郑月娥 建制派 他们是不同意的 他们起到了 这个否决的作用 所以现在林郑月娥呢 她不会被弹劾 不会进入 这个弹劾的程序 弹劾是有程序的 我昨天在我的视频里面 已经介绍了 第一步呢 你首先得有 超过四分之一的议员 提出这个议案 那提出议案呢 以后呢 立法会 要超过半数的议员呢 赞成这个弹劾的议案 然后 才能去要求 那个首席法官 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小组 这个调查小组呢 调查报告出来以后 然后再经过立法会讨论 如果通过了的话 会提出来一个这个议案 这个议案 会交由中央人民政府 来做决定 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就是罢免还是不罢免 这个林郑月娥 现在看来呢 她这个弹劾 是进入不了 这个首席法官这一步的 现在呢 就算作废了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是进入这个程序 到最后 中央政府不会同意的 如果就算是颠倒黑白 对吧 中央政府不会同意的 现在呢 弹劾这件事呢 是不行了 他们现在要把林郑月娥 搞下来 这个他们成功不了了 但是呢 她一定会去 做大量的工作 争取在明年9月份的时候 立法会的这个多数议席 他们要拿下 那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呢 是分两部分的 其中那个35席是由全体香港的这个选民 大家来选的 选这35个 他们到时候肯定得争取这个直选 这35个议席当中呢 他肯定得争取他们最大化的议席 如果是照这个趋选举的这个状况的话 这35个议席 如果他们再次拿到将近90% 那将来呢 立法会就麻烦了 我想这些建制派 他们会总结经验教训的 他们会争取这个直选的35个议席 就好像2003年一样啊 2003年的时候呢 因为23条立法 之后区议员的选举呢 2003年建制派也是打败 但是呢 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呢 他们又搬回来了 这一次呢 有可能是2003年的那一幕呢 重演 区议员的选举呢 现在他们得到了多数票 泛民得到了多数的席位 但是呢 立法会的选举的时候呢 建制派应该还是能会搬回来的 但是接下来呢 泛民他们是不会消停的 香港可能是一直都会乱下去 不会消停了 我看到有报道 邓炳强呢 他今天去了北京 在北京呢 他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 中央领导跟他表示说 中央政府坚定的站在香港警察的背后 坚定的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呢 毕竟是中国的香港啊 对吧 就算是港人治港 这也是中央政府 授权他们 任命他们 委托他们来治港的 你肯定不可以为所欲为啊 所以呢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 想搞乱香港 而进一步的搞乱中国 他们这个最终目的 他们是达不到的 他们从战术上 也许能取得一点胜利 但是从战略上 他们是必定会失败的 这点呢 我对中央政府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